催眠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睡眠状态 会做出很奇怪的事情 学狗叫啊 学猫叫啊 然后在地上翻滚啊 还有人说催眠啊 你会卡在里面你出不来耶 永远都睡着了 不是不是 嗚嗚嗚嗚嗚 嗨大家好我是凯莉 我是催眠师 我不是魔法师 那我想跟大家今天介绍第一则 就是有关 大家对催眠有什么样的误解呢 那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 催眠它本身不是魔法 就是你看我的眼睛 你是不会睡着的 你也不会被我迷惑 除非你觉得我很可以 然后催眠也不会控制人 除非你想被控制 然后再来呢 很多人会觉得催眠会睡着 那是因为你真的累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关催眠的错误认知 大家常常对于催眠会有奇妙的错误认知 是因为啊都被电视啊电影啊 还有一些舞台秀啊 还有一些有关催眠的各种传说 所被误解了 那很多人啊都会觉得啊 催眠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睡眠状态 然后呢失去了知觉 失去知觉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变成一个木头 你全身都没有感觉了 不会的 不会 然后还有呢 很多人也会觉得 被催眠的人会做出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叫很奇怪的事情 例如啊 学狗叫啊 学猫叫啊 然后在地上翻滚啊 然后在那边做很疯狂 超出理智 他平常不会做的事 会吗 除非你愿意 所以我再说一次哦 催眠啊 他是不会被控制的 除非你愿意 那哪一些人可能会愿意呢 那我们就先不剧透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说 然后还有呢 有关催眠啊 大家还有奇妙的错误认知是啊 他会抑制投降 抑制投降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他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有可能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吗 当然不会 因为你还是有选择权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等一下就来借由 一个简单的科学方式 来跟大家介绍 为什么催眠是不会控制人的 哦 当然 我再补述两点 那还有人会觉得说 催眠啊 你在里面的时候 你会泄露秘密 太可怕了吧 泄露秘密 还有人说催眠啊 你会卡在里面 你出不来耶 哦 永远都睡着了 植物人吗 哦 不是不是 呜呜呜呜呜 所以以上呢 这几点都是有关催眠的错误认知哦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催眠是什么呢 好 那催眠呢 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 它是借由脑波的变化 来去让你去达到一个 潜意识底层的一个模式 什么叫潜意识底层的模式 就是一个你的意识脑跟潜意识脑 意识休眠了之后 潜意识抬头的那个状态 就是你所进入的催眠状态 那意识跟潜意识都是你这个人会 一直同时存在的 他都是你 所以呢 在有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意识跟潜意识都是你的话 那你会失去控制吗 只有意识是休眠 是登出的 是关机的 你的潜意识还在啊 所以你是不会被控制的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有关脑波的变化 如何变化让你进入催眠状态呢 那像我们现在很清楚的 在看我的影片的时候的 这个脑波呢 就叫做 那beta波的时候呢 你的意识呢 是非常清醒的 你在做日常所有的行为 包含吃饭 然后写东西 然后刷牙洗脸 工作 然后行走 各个方面 你的意识都是非常清楚的 这时候你就是处在一个 beta波的状态 那在beta波的时候呢 除了意识是清醒的情况之下 也会常常因为意识脑的运作 我们会对生活感到有很多的焦躁 不安 会忧虑未来 会回想过去 感到悲伤 欢乐 就是各种的情绪都会在这时候发生 然后呢 在意识清醒的时候 你的警觉心 常常也会因为害怕恐惧跟不安 导致你全身都是紧绷的 警觉心的状态之下呢 你全身其实也很难放松 所以很多人会因为失眠的状态而感到非常的困扰 就是因为他的意识脑太蓬勃发展了 他没有办法达到一个休息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就是代表他的贝塔坡一直都很旺盛 所以他整个人都呈现一个躁动的状态 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 那这个是贝塔坡的时候 意识清醒 那第二种状态呢 是什么东西叫阿法坡 阿法坡的时候呢 你的意识呢 就是呈现到了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 那平静的时候呢 你就会感到比较放松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意识脑在这里 潜意识脑在这里 那当你的意识很旺盛很旺盛的时候 就我们刚刚所说的贝塔坡的情况 当意识脑的部分 他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比较轻松 平和自在 看到很多的事情 你心中的那种状态 都会觉得比较宁静 或者是会有一种空极感 极静感 所以我们常常说的放空 就是其实把那个焦躁的心 倒掉倒掉倒掉 然后来到一个稍微休眠的状态 这个时候的你呢 当意识稍微放松了一点 你感到自在的时候 你相对的也会比较容易专注 那比较容易专注的时候呢 你的直觉性当然也会比较强 所以呢 很多一些艺术家 科学家 或者是发明家 他们通常在做这一些比较出人一表 有创造力 或者是比较有艺术发展的一些作品的时候 都是在阿法波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 当然写作啊 或者是一些编剧厉害的演员 他们在真的入戏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在阿法波的时候产生的 那第三个部分呢 再往下往下 你看我们刚很旺盛的 贝塔波嘛 接下来阿法波 那你已经很平静了之后 你怎么样还会再更平静吗 那不就睡着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有睡着哦 接下来你更下降了 更下降的时候 这是进到了一个奇妙的内在世界 这时候你的意识脑已经完全休眠了 这时候你的潜意识它一直都在 它平常也都在哦 只是因为你的意识脑太旺盛了 因为潜意识是呈见一个潜在的状态 所以它是潜在的状态 意味着如果你上面有很多 风风雨雨的时候 你是感受不到它的 那当然你的潜意识已经休眠了 刚刚在阿法波的时候 你的意识可能都还存在嘛 对吧 那现在如果已经降到了一个 戏塔波的部分 戏塔波的时候呢 你的意识脑已经休眠了 这时候潜意识已经完全的 是掌握了你目前所有的脑部运作 那潜意识的时候呢 你的意识是恍惚的 因为它已经休眠了 接下来呢你会感到有一种奇妙状态 就是半梦半醒的状态 那接下来呢 这时候呢都是以潜意识为主 因为你的意识已经休眠 半梦半醒的时候 那都是以潜意识为主 通常这时候就是我们所称的 最适合疗愈的催眠状态 所以呢 很多人会在催眠当真进入催眠状态的时候 都是在潜意识很旺盛的时候 这时候呢大家有时候都会说 哦他可以得到宇宙来的讯息 可以了可以了 那如果你很喜欢有关神秘学的部分 或者是灵性学习的部分呢 通常潜意识越活跃的时候呢 你也越适合去做这些 例如冥想啊 静坐啊 或者是深刻的瑜伽啊 生活式跟潜意识连结之后呢 你可以去挖掘一些 一些童年的回忆啊 或是穿越前世今生 都是在这个SitaPo的时候 去做疗愈的动作 还有催眠的那个状态 来去帮你去探索你自己的 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那最后呢 当然因为脑波呢 继续下降下降 总不可能意识呢 都已经休眠了 最后那潜意识也休眠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是睡着啦 这个才是真正的睡着好吗 不会一开始进入催眠状态 你就睡着的 不会的 有些人他从一开始意识脑 突然间下降到睡着 那真的是因为他太累了 他中间已经压缩到 他没有空间了 他太累了好吗 并不是被催眠的关系 好 那所以呢 不用害怕催眠的事情啊 其实只要你放轻松 那你真的有想要做疗愈的时候 或者你其实平常太少放松了 那催眠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来帮助你借由降脑波的方式 帮助你去达到你想要的疗愈的效果 或者是一些 平常你很想要去跟你潜意识 做连结的一些效果哦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先介绍到这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 其实你常常都在催眠状态 你知道吗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